youtube 大家有看過我之前做臭噪的那支影片 那支影片裡面呢 我試著在製作香噪的過程中加入一些臭臭的東西 想要做出臭臭的香噪 結果呢 慘遭失敗 不知道是因為我加的這個臭臭的物質不夠多 還是因為我加入那個東西的時間不對 總之呢 最後我做出來的就是一個沒有什麼味道的肥皂 甚至連本來應該是香的那塊薰衣草肥皂都沒有味道 但是呢 一兩次的失敗 是沒有辦法阻止我做出臭臭的東西的決心的 我們日常生活中除了肥皂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可以非常輕易地把它逆轉屬性 沒錯 那就是香噪蠟燭 我們只要在製作香噪蠟的過程中 有些香的東西 有人家臭的東西進去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臭噪蠟燭了咧 哇 這真是一個非常喪心病狂 又令人躍躍欲失的想法 我們今天呢 就試著來做出臭噪蠟燭吧 那我們要製作蠟燭呢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這些 首先呢 既然要做蠟燭嘛 當然就是要有蠟啦 那這一次呢 我本來是想要從零開始把蠟做出來 但是呢 我上網查了一下 發現 嗯 蠟這個東西好像並不是那麼容易從零開始做出來 所以呢 我這次稍微討厭討厭一下 欸 我直接去化工行買了這種 登登 大豆蠟 我們只要把它隔水加熱 讓它融成液態了之後呢 放進我們事前準備好這種模具裡面 然後呢 再把我們的油性染色劑跟各種會改變它味道的物質放進去 對啦 來啦 來 最後再把這個竹心放進去 然後放涼的 它乾掉 登登 我們的蠟燭就完成啦 好 那麼我們就先來融蠟吧 那基本上呢 我們需要多少量喔 就是直接拿這個模具來 然後把它倒進去 看要多少 就倒多少 因為它融掉之後呢 其實這個體積也是差不多的 好 那我們就涼吧 OK 一杯我們需要的量差不多是90克 所以五杯就是450克 直接從這個倒 太大盆了吧 哇 太大盆了吧 這麼多的辣嗎 好 那這麼大盆呢 我們直接把它隔水加熱 來 打開 好 那這一盆辣就在這邊 就不管它啦 接下來呢 我們來隆重的介紹我們今天的臭味擔當出場 欸嘿 首先呢 是我們的一號選手 榴槤香精 我們的一號選手榴槤香精上次有登場過 那上次在聞的時候呢 它其實真的是非常濃郁 非常駕槓 也有點香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加進肥皂裡面 就會有漏氣 所以呢 這次好好復仇 OK 好 再來是我們的二號選手 榴槤香精 嘿 這是這次新參戰的選手啊 根據我在網路上查到的資訊呢 這個辣椒口味的香氛辣椀 它燃燒的時候產生的那個味道呢 會讓它在吸了之後呢 血液循環會加快 精神比較好的感覺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而吸起來到底怎麼樣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的三號選手 榴槤草 這也是上次登場過的選手啊 如果是想說 全部都是臭的東西喔 來個香一點的啊 綜合一下啊 至少我們要知道 架槓還香跟納豆要怎麼做嘛 對不對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的四號選手 我們各位也非常的期待 又有點怕受傷害 噓 鞍水 沒錯 這個東西呢 相信有讀過國中理化的都會知道 鞍水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臭的化學物質啊 據我的國中理化老師所說呢 溫到的人只要給他捏一點鞍水 它就被湊到醒過來 然後清醒的人呢 只要給他捏一點鞍水 它就被湊到溫過去 蛤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參戰的四位選手啊 那麼在開始之前呢 啊 撐撐撐 胡仔 怎麼了 怎麼了 我這邊有特殊的五號選手 什麼 為什麼你又有五號選手 因為化工行老闆說 既然你要臭 還有一個好東西讓你分享 你自己讀上面的字吧 各位 上面寫的這四個字 我有點害怕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化工師臭味 等一下 這種東西真的可以嗎 你去哪裡搞到這個的啊 老闆就坐在櫃台 他說 什麼 你要臭的 鞍水很臭啊 還是你要更臭的 然後就拿了一罐這個我也不知道什麼 然後這樣聞一下 我就吐了 哈哈哈哈 我說他 你可以裝一點給我嗎 他說那我裝個實習室給你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化工行老的老闆會有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 你沒有跟他確定一下 搞不好老闆用個小房間背後 就是一個正在生產這種東西的現場這樣子 上個禮拜的員工 你確定要讓他參戰嗎 是不是滿臭的啊 鯉魚已經聞過了 鯉魚 你們都聞過了是不是 對啊 他說很像一堆老鼠在一起吹 哈哈 天啊 他說跟鯉魚罐頭的臭 不是一樣的臭 吃屁塊一堆臭 好 OK 來臨時參戰的第五號選手 哇塞 OK 好 那隔壁的辣這邊 喔 這邊融得還滿快的 那我們繼續擺在那邊 讓它慢慢融 那我們先來擠香一下 感受一下這些味道到底是怎樣 好 那虛衣草跟榴槤我們之前聞過了 那我們現在先來聞一下辣椒 滴辣椒精油 啾啾 多油出來 好 那基本上乍看起來就很像是醬油沒兩樣 好 那根據久遠的理化知識呢 在聞這種有可能會非常刺激性的物質的時候 欸 我刪的 沒什麼味道 它聞起來 有點像是那種 麻辣鍋上面的耐椒皮油 欸 其實 我不是很耐心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辣椒效果會怎麼樣 它沒有那麼的刺激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鞍水 鞍水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很熟悉啦 大家如果想要聞這種鞍水的味道呢 就去國小的廁所 欸 如果當天打掃的班級 沒有打掃乾淨的話呢 就會有濃濃的那種味道 來 啊 最臭的化學物質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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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便頭 哈哈哈哈 好濃的小便頭味道 喔喔喔喔喔 好濃 哇 不行不行 可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這個 唉 非常蠢 你看 這個貨 給過 這一瓶給過 好 OK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感受一下 化工石臭的味道 喔喔喔你看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就很 感覺就超噁心的啦 好 OK 我們來 聞聞看吧 很令人 不舒服的味道欸 我剛剛只有聞到一點來 來我再聞多一點 不舒服的味道 欸這跟 這跟上次的那個飛魚罐頭 不太一樣欸 上次那個飛魚罐頭 它就是一種 食物腐敗的味道 但是這個聞起來 雖然沒有立刻那種 那種感覺 但是就會 聞起來就會讓人非常的 抑鬱 然後不舒服 就是 令人厭惡的味道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只加了一滴 然後也沒有靠太近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味道雖然說令人非常討厭 但是還不至於說到 飛魚罐頭那麼的噁心 我要再近一點問問看嗎 不 好我再多加一滴 然後近一點問問看 你覺得我錯了 我說我有幹嘛 哇這個味道 哇這個味道 非常令人期待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已經壞掉了 哈哈哈哈 OK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味道都 確認過了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辣也差不多啦 哇各位看一下 裡面本來一整盆的這個固體辣 現在 咦 已經只剩下這麼一小塊了 OK 我們的辣已經全部都融掉啦 一鍋油在這邊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咬進這些容器裡面吧 那等下調色跟調味道的時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根據我在網上查到的資訊呢 這些香精喔 太高溫的時候 它很容易會發掉這麼有味道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稍微把它咬出來 然後稍微放涼一下下 等到差不多五六十度再加 欸欸欸欸欸欸 它放進去立刻開始凝固了 好的 我們第一杯 七十二 嗯 其實溫度已經 不算太高了呢 OK 好 五十度 我們稍微來 加香精吧 辣椒 好 那我做到的功課呢 這一次的香精喔 又加很多很多很多 說要2到30滴 所以我就給它加爆 一 二 三 四 五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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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滴十再給你五滴 好 五滴 六滴 五滴 五滴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我們的豬心給它壓進去 OK 那麼這杯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就只要把它放涼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那這種辣呢 如果它凝固的時候 你直接把它放在常溫底下凝固 尤其像這麼冷的天的話 它凝固的速度會太快一次 會產生均烈 所以等下我們這邊通通弄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幾杯啊 放回這個熱水裡面 讓它跟著那些水一起冷卻 啊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有裂痕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弄這杯 這杯是薰衣草 唉 來 阿摩尼亞 我鏡頭幫你架好了 我先迴避了 不行 不行 你要跟我一起去地獄 但是我覺得 我有點擔心阿摩尼亞 因為阿摩尼亞它畢竟 它是水 它是氨水 阿這個水跟辣 我就覺得不知道會不會 會不會 能不能互融 等一下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不過沒關係 這個就是 胡思亂搞的精神 想要趁不久去做做看 好 來吧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這杯的水已經熱好了 我們先把這兩杯把它放進去 噢 它沒有要沉進去的意思耶 那我是不是要 插進去 插進去 它裡面出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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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阿萌尼亞口味的辣热 完成 OK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最後的 濕臭口味了 要來念對了 哇 它上面已經有點要解塊了 我快點快點快點 幸好我覺得 它這個濕湯味雖然說非常的強烈 但是你離它一個距離就可以有效的 對它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它的入氣 它不像飛魚罐頭 它是打開的時候 BOOOOO 地圖泡 千軍萬馬的地圖泡這樣閃開來 它是維持著這帶這個棒 你不要去擰它就 沒有它飄過來 它開始飄了我廢話太多了 對不起我錯了 來 這個事情這裡我不要不要 不要 不會死啦 啊 殺死給你 啊 唉 喔 不行它的 它的溫度太高了 它的溫度 哇 它已經滾了 那是什麼地獄的畫面啊 啊哈哈哈哈 喔喔喔喔 對不起我現在就不做這種實驗了 啊 好 可以我們趕快離開這邊 啊 之嘴你幫我設定那個縮時 我們趕快離開 哈哈哈哈 嗯 啊 各位 我們現在這些蠟燭已經在這邊擺了一整晚了 然後我剛剛一開門進來 那個味道 轟 直接衝出來 有夠誇張 欸這跟上次我們做那個 飛魚的那個臭造不一樣 那個飛魚臭造大概其實到隔天之後就沒什麼味道了 但是 喔這個 哇 魚臭肉糧三智不絕耶 好 OK 那我們趕快點亮我們的蠟燭 驅散這個噁心的味道吧 來 薰衣草 來這邊蠟開始融囉 有沒有味道呢 有沒有味道呢 耶 有一個淡淡的味道 有耶 我成功做出薰衣草香噴蠟燭了耶 蠻香的耶 蠻濃的耶 對啊 越來越濃的耶 比較靜聞比較濃 對啊 而且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 精油加的太多還是怎樣 它這個味道已經強到有一點是 有點像檸檬味了 喔 不知道為什麼 OK 來 接下來 我們來一個辣椒好了 來看看到底會不會 促進血液循環 等一下 辣椒的味道很很很很不明顯 幾乎沒有 但是很奇妙的是 就是我吸一口氣的時候 我感覺我的鼻腔裡面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就是那種 刺刺的 它沒有像精油的時期那麼濃烈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擺在室內 擺了一陣子之後才會有感覺吧 總之 它也不臭 所以 下一位 榴槤 點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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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烤榴槤味 哈哈哈 就是那個 心在斬燒的味道 然後帶著一點那個榴槤味道 就是好像 應該 我覺得應該把榴槤拿到 烤盤上面烤 應該就是這個味道 好 但它依然不是臭的 好啦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真的要進入 臭的環節啦 鞍 做的 臭噴蠟燭 會不會有 小便朵的味道 鞍哪裡去了 哈哈哈 鞍不見了 完全沒有鞍的味道耶 蛤 難道 真的像是我們昨天單性的那樣子 就是鞍它是一塊一塊的在裡面 然後 要燒到才會有嗎 所以我現在應該要 把它整個通路融開嘛 大水快跑 好 喔 那裡有一塊鞍 那裡有一塊鞍 我看到了 它就是鞍沒錯 C5 呵呵呵呵 沒有鞍的味道 它聞起來 跟剛剛這個辣椒其實差不多 看來水溶性的香料 好像真的不能做香氛蠟燭耶 所以如果要做小便朵口味的香氛蠟燭的話 應該要想辦法把鞍變成... 有 感覺... 科技能級有點高 我們之後再來慢慢解鎖這個化學 好 OK 接下來 我們的大魔王都不用燒它 它的存在感就已經這麼強了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 化工濕臭口味的蠟燭 有看到這裡嗎 是黑色的 看到沒有一個蠟燭 在點的時候 它的蠟被燒到會變成黑色的 它火已經慢慢燒下去囉 來聞聞看了喔 我先... 它還沒有 耶 差不多 呃 喔 這邊有一點衝擊 太近的話有一點衝擊 但是... 還不至於到昨天那個原汁那麼兇 OK 好 我們來 加速進行啦 子瑞 準備好了嗎 好 我們一起去地獄吧 哇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在煮什麼東西 我在煮什麼東西 喔喔喔喔喔 它開始... 它開始噴一堆煙出來 等一下我們會看這個煙 不要刪... 不要刪過來 好臭 喔喔喔喔 成功了 我做成抽奔蠟燭了 就是它 沒有 這關鍵啦 就是化工行老闆的秘密 地獄器愛 化工石臭 這個蠟燭 各種意義上看起來 就超不妙的 哈哈哈哈 好啦 OK 那我們這一次的企劃 也算是順利成功啦 那算是說我們做了五個 只有這個東西是真的臭的 其他感覺應該要臭的東西 結果做出來都是香的 有點可惜 不過呢 我這次也學到了香噴蠟燭要怎麼製作嘛 其實還蠻簡單的喔 之後如果各位有什麼送禮或是自用的需求啊 欸 就可以自己這樣子玩玩看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點完讚分享 另外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點旁邊的小光光 就去我的胡子Live跟Instagram看一下 那今天蠟燭呢 我覺得沒事就點著用喔 除了中間這杯以外 呵呵 其他這幾杯我覺得味道還 雖然是真的還蠻不錯的啦 OK 好啦 那就這樣啦 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